接下來其實聖家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就是十八湖才會播的 十八湖 哇 他是1878年 一位法國的藝術家叫李維克 他當時是為了以歷史的聖堂所製作的 我們知道一百多年前其實認識字的人很少 大家都是必須透過繪畫 來瞭解歷史 瞭解聖經 這十八湖才會播離就是一個完整的新約聖經故事 就是我們聖文瑪利亞陪伴耶穌基督一生的故事 如果有個經歷人會出在 有個經歷人的故事 會一直到最後一刻 就會完整這個故事 好 這個原來我們講1878年 是為了以歷史聖堂所製作的 但是一百二十年後 1998年 一定是聖堂要改建 他改建的時候 那這十八湖才會播離 他就用不到了 所以他就上網 在那個天主教的網站 發布訊息說 有沒有人要 需要這十八湖才會播離 當時的 我們清泉鋼的丁松青神戶 他看到這個訊息 因為他是藝術家 他也不做才會播離 他看到非常高興 他就去爭取了 然後就運到台灣來 原來是在新竹清泉鋼 他花了一年多兩年的時間 去做修復 因為運送來會有破損 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做修復 結果當時我們的本堂神父 我們王彬君神父 知道有這個東西 就跑去清泉鋼 找丁神父 請他能夠送給我們 你知道那很掙扎齁 他費盡切欣萬骨 拿到這個 然後就花了時間修復 那是他來聖堂參觀 他發現聖堂剛好有十八扇窗子 哇 他就認為這本天主的安排 他就慷慨的送給聖家堂 而且你知道那個藍梁尺寸 高 就是上下的高 剛剛好 這是寬度不夠 所以我們在兩邊 在那個彩繪玻璃兩邊 又製作了兩片的那個 彩色玻璃 嗯 所以非常非常的巧 所以這就真的就是天主的安排 所以大家等一下